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也会推动挥打股票的上涨 另外一部分当然也是因为巴菲特的关系 因为巴菲特一再一再的减持苹果的股票 当然也让市场苹果的信心 持有信心也会减弱 所以巴菲特水可以载舟 水也可以灭舟 所以目前看起来确实蛮特别的 另外一部分我们跟加拿大的关系是如何 当然这次有关泛太平洋自由贸易的合约 其实明年是一个关键年 如果明年我们再拿不到入场券的话 未来的困难性很高 其中当然加拿大也是支持台湾 那我们要继续看下去 现在状况的如何 是有点紧张 不过有趣的事情是 加拿大政府为了深化跟台湾 在网络安全及合作 他派遣了一名网络专家 进驻到台北的办事处 就是加拿大驻台湾的办事处 有专家认为 涡太阀单局 就是加拿大的首都 认为要抵抗中国的摊头堡是台湾 所以绝对不能让中国冰昏台湾 这是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 今天的报导 沃太华派遣的网络专家 与台湾政府 在打击电脑骸客及虚假资讯方面 合作以因中国的威胁 当然加拿大 其实因为有许多的香港人 是移居到加拿大 所以过去曾经发生过 他们因为市居在加拿大 当然有些人就参政了 那就曾经传出来一个港裔的 加拿大人 是加拿大的议员 那么就得到中共的威胁 中国以他的家人在香港来威胁 他必须要替中国工作 这事情爆发完之后 其实让加拿大是非常的生气 所以加拿大就对 中国实行了一连串的报复的行为 当然中国也不是闪油灯 就抓了两个加拿大人 那么列为人质 所以目前看起来确实是一个 加拿大确实对中国 是比较令人讨厌的 那一样到底这个情况 在澳洲也是出现的 虽然现在橘子去澳洲 又爆红了 那是澳洲一直以来 其实他们的策略 是以亲中注明 所以对台湾是一点冷处理 当然主要原因是 澳洲的牛 羊 红酒 还有铁矿砂 农产品 中国的消费是远大于台湾 台湾对于澳洲的进口量 是当然永远比不过中国 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澳洲在过去的策略里面 都比较忽略台湾 甚至台湾在澳洲政府的眼里面 是完全消失掉的 这是在以前的一个状态 当然因为我们跟纽澳 有自由贸易关系 所以澳洲牛肉有进来台湾 但是比起中国的消耗来看的话 台湾的牛肉消耗量 当然是比不过中国 所以澳洲对台湾一直都有一些 忽略的一个状态 但是自从发生两件事情的时候 澳洲政府开始留意到中国的威胁 第一件事情就是一样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居到澳洲 那么他们透过了政商的关系 想办法影响澳洲的议员 有多位议员 特别当时渗透最严重的就是工党 工党甚至有党主席下来之后 还进入到中资的一个企业 接受奉养 因为这个事情越远越大 就等于中国已经间接的影响了 澳洲的政府 这个事情当然引发了当时执政党的一个在意 就先出了一连串仇不可闻的政商关系 就是有些议员接受中国的供养的问题 造成了整个澳洲政局大翻转 开始对中国非常生气 另外当然就是在新冠状病毒的时候 澳洲政府直接说 中国就是新冠状病毒的起源地 这件事让中国大生气 那么就决定了断掉了中美 就是让原本有一船 卖往这个应该是两艘 卖往中国的煤炭 直接不准上岸 让这两艘船漂流 当然最后这个煤炭 因为澳洲煤炭品质比较好 很快就有买家了 那同时断掉了澳洲的红酒 就没想到引发了 就大家大买澳洲红酒的一个状态 包括台湾在内 那这件事也让澳洲对中国产生了疑虑 加上中国的手已经进入到 这个南太平洋诸岛国家 那尤其是华为动作得非常积极 也引发了澳纽的关心 那所以澳洲就直接 这已经杀到人家门口了 那澳洲为什么对这个事情那么在意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就是把南太平洋诸岛占领完之后 直逼澳洲 一度呢其实在澳洲的沃尔本 几个大港了 曾经有发生过剧烈的战争 那么这个日本差点就要打到澳洲 所以对澳洲而言来说 这个南太平洋诸岛的 这个控制是必然的 但没想到中国深入到澳洲 深入到澳洲的这些影响范围 那当然呢 澳洲政府也要跟台湾合作 因为呢他们要进入到南太平洋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台湾的邦交给拿走 所以造成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关心 这个状况跟这个加拿大状况也是一样的 另外呢就是欧盟 那么欧盟新任的贸易职位 他们最近做了一连串的听证会 那首先呢登场的后任贸易职位呢 叫塞夫科维奇 塞夫科维奇呢 当然对美国的合作呢 他们是有提到的看法 不论谁当选 都希望呢是跟美国合作 而不是互相针对 这些事情蛮重要的 因为呢 现任的德国的贸易部长 就说过一句话 说如果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想对欧洲实施任何跟汽车有关的 就关税的话呢 德国绝对不会让川普得逞 以牙还牙是必然的一个方向 但是呢 这位就是欧洲议会的贸易职位 塞夫科维奇却说一句话 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跟美国要合作 而不是针对啦 当然背后的理由 当然就是要共同打击中国 这是共同的因素 所以他们特别提到一件事 对于中国的贸易呢 欧元区呢必须思考 重新的平衡 同时间呢 他特别提到台湾 对中国呢 应该要重新平衡 但对台湾呢 要开始深化 新的贸易领域 那这新的贸易领域指的是晶片吗 还是其他产业 并没有说很清楚 但是这一连串的作为 包括前阵子呢 对中国的钢铁 施予交了高的关税 后来对螺酸螺帽 也是予较高的关税 那对太阳能板呢 也开始高度的关注 虽然没有施予高的关税 但也开始关注了 现在呢 更对于中国的电池呢 他们表达了 中国电池是血汗电池 所以他们决定了 要对中国电池要科关税 同时呢 重启在欧元区呢 设置汽车电池的一个策略 那台湾当然也是受邀的范围之一 台湾的电池厂也受邀到欧洲 尤其是北欧国家呢 来设置车用电池 那以目前为止呢 现在新一届总共有26位执行委员 现在呢 正接受欧洲议会的人事审查 那么连续两周进行听证会 预计11月下旬呢 欧洲议会的同意权投票完之后呢 欧洲欧盟的 欧盟执委会的26位执行委员呢 就会正式上入了 那非常有趣的是 塞夫科维奇呢 除了谈到对美贸易之外 对中贸易之外呢 特别谈到了对台的贸易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那他这边特别谈到的是台湾是欧盟 重要且理念相近的伙伴呢 双方贸易跟投资对话呢 已经扩大到研发的领域 事实上台湾呢 这个电池的部分呢 除了在法国之外 最近在北欧呢 也遭到了 也接受了 就是来自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的一个方式呢 到欧洲设工厂 这是一连串 这是一连串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背后代表的事情是 这个欧元区很懂 如何对抗中国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得到台湾的协助 协助台湾 或者得到台湾协助 才是对抗中国最有效的方式 事实上 拜登也注意到这件事情了 所以拜登 他有一个对台的21世纪的 贸易的合作伙伴的一个计划 那现在已经进行到 就是双方的税务的互免的一个讨论 那当然如果真的台美能够谈到 双方的税率豁免 那税率部分 其实就有关主权嘛 所以过去一直没有谈的原因 所以税率是跟主权绝对有关系了 如果你跟台湾讨论税率 就是承认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所以在过去意识形态的情况之下 都没有办法好好谈这样的一个方向 但现在呢 受到了台积电的影响 那所以呢 就必然思考的问题 就是跟台湾有更深化的一个合作 好那以现在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这个台美如果真的得到了 所谓的双方税务的豁免的话 那不但是美国有机会 把从上海的总部呢 转移到台湾来之外呢 那么台湾的厂商呢 也不用担心 包括人员以及公司 在税务上面呢会有双重磕税的风险 好这些问题的都可以得到适当的解决 那当然如果这个事情解决的话 很明显的台湾就可能成为 整个美国在印太经济范围里面 好除了日本以外呢 最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因为新加坡它是采用对等嘛 所以美国跟新加坡呢 在军事上面是有合作 在经济部分呢 其实新加坡选择是跟中国合作 那所以就是说呢 整个亚洲 那至于南韩呢 南韩当然是跟中国 有比较多的经贸关系 其实南韩某种程度 也走新加坡模式 经济轻忠啦 军事轻美 但因为受到这个 所以它跟中国签了自由贸易之后呢 遭受了重大打击 那现在南韩呢 因为AI的关系呢 又决定回到美国的怀抱 所以我们就看 真正最支持美国的地区 和共同国家呢 其实就是台湾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 今天还是关心有关川普的效应 昨天台股呢 表现了一场好戏 开低走高收最高 那当然主要都是 集中在高价股部分 得到市场的关注 多档高价股表现非常的强劲 那当然鸿海家族 也得到市场的关注 等会再来谈 整个昨天股票市场的一个动作 不过外资是有解码空单 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 那现在呢 现在呢 这个川普跟贺锦丽的选区 是非常焦虑的 可能前一天的新闻说 川普赢过贺锦丽 同个民调呢 可能在第二天的时候 贺锦丽就穿过了 川普 双方非常的接近 当然不会有担心说 这个选票开不出来的问题 这是不用担心 那现在当然最关注的还是在于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通讯投票 这部分呢 后来才是影响 整个选举很重要的关键点 那现在呢 川普一直来 就最近这段时间呢 事实上跨境11月之后 应该说跨境10月中之后呢 川普的赌盘胜率 一直都赢过贺锦丽 但这两天呢 突然之间呢 有明显的下滑 但虽然还是领先这个贺锦丽呢 但似乎有一点下滑的一个状态 那上礼拜赌盘的胜率呢 认为川普会当选的是63个百分点 那贺锦丽是36个百分点 但昨天呢 已经拉近到川普是54.6 贺锦丽呢 是45个百分点 但昨天呢 台湾是真的很不平静 那当然我们必须说除了 在军事上面 台湾又有重大的一个 这个发展 就是台湾的国舰国造呢 又有新的里程碑 一个全部从龙骨一直到造船 一直到上面的飞弹 还有所有火炮设计呢 全都是台湾生产的 正是昨天呢 龙骨已经做出来了 那么赖金的总统呢 也特别到造船厂 放了一个纪念币 好 那纪念台湾 这个全部都是由自家生产的 从引擎一直到 这个龙骨 到这个上面所发射的 这些防空防海 对空对地对海 对潜艇的这个飞弹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但昨天呢 其实整个立法院 是非常激烈的 特别是郭国文跟这个陈玉珍 那么双方呢 是有爆发激烈的口角 那郭国文上次 让大家印象最深刻 是遇到了这个黄国昌嘛 那黄国昌不是对柯总招大吼嘛 那个狮子吼 那结果这个郭国文上去捍卫柯总招呢 也跟他来吼回去 所以郭文看起来 他是博士 但是看起来火气也是蛮暴躁 火气还是蛮大的 这样讲有没有对他不敬 其实我意思说 他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 那昨天呢 还是一样 才华法呢 是进入到讨论 那这次才华法呢 因为提案人数之多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政党之间的 这个战斗之强 以及地方首长要求之多 也是非常特别 那主要原因才华法法 已经有多年没有修改了 但事实上呢 这一次这个就是在野党要求的财阳法 恐怕会瘫痪台湾中央的财政 他们所要求的金额超过三分之一 那我们知道现在呢 台湾没有错 税的收入是增加很多 但支出也变得更多 那特别是在弱势团体的一个需求 包括了像是长照啦 幼儿津贴啊 还有这个生育补贴等等 那么事实上甚至我们现在斑斑喝牛奶 那我前阵子去买牛奶的时候呢 店家跟我说 因为我去那家是常去买的一个连锁超市啊 然后一进去的时候呢 赫然发现到架上的牛奶几乎 应该是架上牛奶是全空 好 架上牛奶是全空 因为我们知道天气变凉之后呢 其实牛奶是稍微滞销啦 就是牛奶的淡季 牛奶忘记是夏天 越热牛奶卖得越好 那天气凉了 大家就不喜欢喝牛奶 因为比较凉哦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画面 就是整个 其实前阵子在买牛奶的时候 就觉得怪怪的 因为架上牛奶真的已经变得比较少 那我在这个上个礼拜六 去架上一看的时候 我吓到了 竟然没有牛奶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问柜台 柜台跟我说 你不知道现在缺奶吗 就因为斑斑喝鲜奶 我就断奶 好 这些都是要政府的预算来支付啊 那加上你看啊 花莲不是一直要求更多的振灾费用吗 但是宜兰这次也被台风重创 这些都要钱啊 动辄都是百亿起跳 那财化法如果一旦 让这个地方政府拿走三分之一的预算的话 我看中央政府就已经就失能了 这也是即就是民进党跟 民众党跟这个国民党 这个不审明年的预算之后呢 更激烈的一个动作 那昨天呢 陈玉珍呢 是非常凶猛的来做这个 就是演第一名啦 他又是大吼啦 又是做各种动作啦 就是非常凶猛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呢 就是中央又要搬钱到地方 然后呢 什么事都不讨论 预算也不讨论 就是不断的要钱 郭国文就说 现在突然之间来讨论 所谓的财化法 基本上就是要瘫痪中央 让地方跟中央财政整个乱的套 所以在昨天的状况呢 是非常的凶猛 当然这时候就听到 黄珊珊说话了 黄珊珊说 一直期待财政部 善意回忆立委的版本 但遗憾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提出的版本 跟进度的报告 那当然就行政院的角度来说 维持现在的财化法 就是最好的财化法了 如果有任何改变 都要造成整个 明年预算的大失调 也就是说 如果财化法通过 那明年就要执行吗 那现在所有的预算 就要重新改变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口气 又多了将近千亿元不见 那对于中央 怎么来做这个讨论呢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非常的 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非常的不开心 好那整体而言来说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发现到这件事情是 在乌克兰战场呢 已经出现了超级细菌 这超级细菌使得抗生素的药性 变得更增强 整个战事拖了越久 其实对大家 确实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好那当然 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今天比较多的国际消息 所以今天的股票市场 我们没有花太多的心思来做讨论 等我再来跟大家做报告 好但是呢 比较关键的是 昨天的美国股市呢 基本上是呈现了一个下跌的格局 那么其中呢 道琼呢是跌的 亚洲股市呢 也呈现了一个 比较辛苦的一个态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昨天的股票市场呢 在亚洲股市呢 日本股市是跌的 跌幅蛮深的 跌了2.63个百分点 南韩指数呢 因为辉达要求 就是这个海力士呢 加紧的供应 新的这个HBM的记忆体 那有消息指出呢 辉达正在加速 研发下一世代的这个 这个这个晶片嘛 所以因为这个消息 南韩的股市呢 昨天的涨幅呢 相当的剧烈 一口气涨了1.83个百分点 是仅次于深圳A股 最涨幅最大的市场 那台湾呢 则是垫头稍微休息 因为股价是集中在 所谓的全值股 实际上台湾50的涨幅呢 是1.17个 台湾50的涨幅呢 是高于台湾加权指数 好那当然在欧洲股市呢 则呈现了一个小幅的下跌 而美国股市呢 除了罗素2000之外 都是修正的状态 汪洁明财富Wonderful Podcast版八点半 准时更新 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 Blow街 各大Podcast平台 请订阅 汪洁明财富Wonderful